在那个年代的中国 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八十年代初 其实那时候中国人对于建筑和建筑师 是完全没有概念的 基本上没有人听说过建筑这个词 没有人听说过建筑师这个词 那只是在一个很小的专业圈子里 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当我考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想变成一个艺术家 我想当作家 这是我们家里都不同意 那个年代中国还是生活比较困难 大家都是希望自己的小孩 能变成工程师 工程师会有一个稳定的饭碗和收入 所以我们家里希望我当工程师 我就坚决拒绝 后来就僵持不下 我后来提了一个条件 就说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工程师 同时又是学比如说画画的 我可以读 然后他们就去找 有一天回来告诉我 他们找到了一个 据说叫建筑学 是工程师 完了还是画画的 所以我就学了建筑 其实我上大学之后很快我就发现 可能我天生就适合学建筑 我记得进大学的时候的 有一个美术测验 我的美术老师认为我就不会画画 其实我是从小画画的 只是我画的跟他们熟悉的不一样 我是用简单的线条 把我们家里头周围的环境 道路 农田 所有的人在如何生活 我把它画下来 其他的同学可能画的是像雕塑一样的 有光有影 那种好像很艺术的 我画的其实是建筑和环境 所以当时建筑学院的老师认为 我不会画画 把我列到这个比较差的学生那一档 但实际上后来发现 这就是建筑师该干的 我想在我的生活里头 就是我对这种绘画的喜欢 是和真实的那个环境有关系的 我小的时候最深刻的经验是 因为我出生在中国最西边 我母亲的家在北京 那这两个之间 在那个时候坐火车是需要四天的火车 所以我从小就在这个火车上 在对着窗外 拿着我的塑写本 就把整个我看到的东西都画下来 那个画的就是我看见的 那后来上大学之后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研究中国的山水画 那个年代实际上学校里面 没有人看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话 大家那时候都在非常狂热地 学习西方的东西 看中国的传统的山水画 是非常很多人都是觉得这是一个怪物 这个人整天在看中国的山水画 那是因为我看到这个画的时候 跟我小时候的经验是非常的接近的 就是所以最后绘画对我来说就变成了一个 绘画变成了一个我看待那个环境的标准 就不是说我只是说喜欢画画 而是我对环境的认识是绘画有关系的 我最后要做出来的建筑 就是要达到那个绘画的那个质量 实际上我发现很多建筑师 做建筑的时候不是真正的 很在乎那个具体的这个场地 因为那个具体的场地其实是不是一张纸上画的一个形状 具体的场地其实是很复杂的 而且具体的场地也不是只是场地本身那一块 其实如果按照中国的山水画的观念的话 那个场地是和周边很远的山都有关系 所有的这种很远的距离的东西都有关系 所以我对场地的研究都是以一个 就是自己一定是要在那个场地里头 完了之后在不同地方走 然后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角度 然后还有高度的变化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况 那么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场地上 按照人生活的需要 比如说阳光 或者水包括风的流向等等这些东西都要考虑到一起 最后形成一个建筑 这个建筑和这些东西有特别舒服的 就人的身体会感觉到特别舒服的一种关系 其实上 当然也不是中国的建筑师都会这样工作 其实我发现像我这样工作的中国建筑师也非常的少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我自己体会是我从中国的传统里体会到 就是中国人对建筑的看法 建筑不是一个物体放在环境里 建筑实际上它最后是要变成这个环境的一部分 甚至有的时候环境会有一个缺陷 是需要建筑去补的 有的时候建筑是需要自然去补的 就是有的时候你甚至分不清楚建筑是从哪里开始的 自然是在哪里结束的 就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关系 基本上我在中国之外看到的大部分的建筑师的工作 都是把建筑当作一个物体 直接放在了自然中的某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或者是一种生活 审美这几种混合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你 比如说我说一个中国的方式 就是如果我们把一个建筑放在一个自然的环境里 对这个建筑的体会不是说到了建筑跟前你去体会 对这个建筑体会其实是在离建筑很远 你就开始体会了 因为建筑对中国人的意思不是说那个房子 是指这房子周边很大的一块环境 都是建筑 你可能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像门一样的东西 你走进去 其实建筑就已经开始了 接下来是自然的 突然有一点小小的人工的东西 它是一个过程 完了之后你看到了好像不太大的一个建筑 很自然融合的很好 也许你走进去之后发现 其实这个建筑很大的一个建筑 它隐藏在自然之中 完了你这中间有很多不同的角度 让你去体会它和自然的那个美妙的关系 最后你可能走到一个高一点的地方 你回头看 你看到了一个就像是从天上看一样 你看到了你经历过的所有的东西 这带有很强的哲学或者回响的意味 这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方式 我想全世界都能够理解 这时间对建筑来说我觉得很多这种不同的这种意味 因为建筑本身是一个需要人在里面长期生活的一个东西 它不像一张画 说我可以今天看一眼明天就不看了 建筑是你 你只要造一个建筑 那就有人在里面可能要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就在里面生活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经验怎么样能够通过一个建筑师 来做这样一个东西 让别人去经历这样的一个生活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需要仔细的思考和体会的东西 要把它变成一个就像是还没有建的时候 你就已经好像非常非常熟悉的东西 一个你曾经还没有建起来你就已经去过千百遍的地方 这就需要时间 我觉得这个时代可能很有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现代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没有历史感的一个时代 其实是特别没有时间感觉的一个时代 那么我就试图在建筑里面是需要让大家体会到时间和历史 比如像我做我们学校的这个象山校园的时候 一开始我就在想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 一个建筑师规划设计这么大一个校园 你不管你怎么做 人们都会体会到说这是一个很短时间之内 一个人想出来的建筑 那么你怎么样首先要能够打破这一点 就是我试图能够设计出一个校园 感觉是一群建筑师做的 不是一个人做的 其实是我一个人做的 它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和变化 这种变化超出一般建筑师认为可以控制的那个范围 它感觉做完之后 这个建筑我希望能达到的效果是 人一走进去之后 不知道这个建筑算是新建筑还是旧建筑 甚至不知道这个建筑已经存在了多长时间 是这种感觉 我想建筑 很多人都会讨论建筑是 到底是使用的东西 还是艺术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问题 似乎这两个东西是要有冲突或者是矛盾 实际上我觉得 使用这个词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 因为人的使用绝对不只是物质的 因为它还有很多心理的意义上的这种需要 当你有这些需要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就已经讨论类似于像诗歌 或者艺术这类的东西了 所以建筑一定是使用和艺术两者都有的 但这两个东西其实不是说完全是有那种很紧密的关系 就像我们说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样一个空间的话 一般我的体会大概三米的高度下面 就是我们一般生活会涉及到的 当空间高度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 三米以上实际上是神灵所居的 不是人带的 是神在上面 所以它这个空间这个高度就已经告诉你 它不是简单的使用 它是有精神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然说雕塑跟建筑的这种关系是更具体 因为建筑本身是一个空间中的一个形体 它和一般雕塑的区别就在于 雕塑是在外面看的 但建筑是要进去的 所以它是一个外面式雕塑 里面也是雕塑的一个雕塑 而且建筑是要放在这种风吹雨打里头 长时间的和自然接触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又是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雕塑 建筑和这种社会之间这种关系 我觉得特别的重要 因为在这个时代里头 特别不一样的就是 因为建设和发展的这种速度太快了 这个导致经常就是建筑师似乎有很大的权利 你一下子比如说把城市拆掉一大片 完了之后又重新造了一片 这个工作几乎是上帝做的 因为你把很多人的生活一息之间就改变了 完了你重新给了他一个生活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工作 这是上帝 应该是上帝做的 但是现在都是建筑师在做 所以这个工作就会告诉建筑师 实际上你的社会的这个责任是极重的 那我们看到的一个最常见的现象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中国之外 现代建筑因为它的这个建设的能量非常大 规模非常大 所以基本上它每一个地方发现发生的都是 把历史时间和社区全部摧毁 重新造起来建筑之后 你会发现它就像是克隆人一样的那样一个难题 因为重新克隆一个社会几乎是一个不可以完成 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任务 所有试图重新克隆市区的这种建设 在全世界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就没有成功的案例 所以你可以知道建筑师的责任有多大 实际上我们工作室之所以叫业余建筑工作室 它里面一个基本的一个信念 就是我们不太相信现代社会的这种大规模的规划 和大型的建筑的建设 我们就认为一个好的人生活的社会 其实是应该是从底层朝上的一个努力 文化 真正的文化和生活都是从底下朝上 像生长一样出来的东西 所以总的来说 我们都倾向于做相对小一点的建筑 我们不认为人的能力有那么强 可以控制一个城市的规划 我觉得这不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始终坚持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建筑师 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意义 我们不在乎我们本身工作室 说要做成一个很大 那是一个生意 那不是我们想做的 我们想做的实际上是一个示范 就是不管我们获了什么奖 或者说怎么有名 对我们没有关系 我们仍然是坚持我们自己的信念 做我们该做的那个工作 其实这是一条道路 也许更多的人逐渐地会发现 他们会走在同一个道路上 我最近实际上就正好碰到了 或者说我发现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理想的项目 就是在一个中国的乡村的地区 我们其实前面是带了一些学生 为一个村庄设计了一个公共厕所 只是我们把这个公共厕所设计的 不是只是一个厕所 它是一个村民可以在那里汇聚 交流 大家一起上厕所 洗手 洗菜 洗衣服 交流的一个地方 我们发现这样一个厕所 居然对那个村子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一些村民如此地喜欢这样一个地方 当然我们那个设计其实是用了当地的材料 泥土 竹子 但是整个的设计是完全新的设计 其实不是他们那个地方原来传统的设计 但是跟原来的环境融合得特别好 所以我当时看了之后 我就想我找到了我最近的一个梦想的工作 这个地方一共有272个村子 这就是我最近的梦想 我要为这272个村子 每个村子都去设计 建造一个厕所 其实像中国的城市 我觉得可能就没有办法 简单地跟外国的城市相比 就是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它已经都发展成了一种 类似于像超级怪兽那样的结构 因为它太大了 像北京都是2500万人的城市 上海也是2500万人 深圳是2000万人 广州可能也接近2000万人 都是这样的城市 这样的城市 而且它把它的传统在短时间内 基本上全部摧毁了 完了完全重新地建造起来 所有的原来的社会都被破坏掉了 完了所有的城市的人在这个城市里面 就像是一个自己变成了移民一样的 在这个城市里头 搬来搬去 所以它形成了一种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城市规划的理论 建筑学的理论 都没有能够清楚地讨论的一个新的事 我们甚至无法评判 它是好还是不好的 这样的一种超级奇怪的东西出来 我想当然这也可能是中国 对人类文明发展中的 算是一个贡献 我们贡献出了一个 大家感觉很困惑 还不知道如何理解的东西 但是它有一点就是 它居然都好像很有活力 这是它的特征 非常有活力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 全世界的建筑师去思考的对象 我在想这个 就是所谓这种 民主在建筑中的意义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大家一般都会讨论它在政治上 或者在比如制度上的含义 但我觉得我更关心的是 它更基本的含义 就是民主其实是意味着 其实是真正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社会 就是有很多各个地区很不同的东西 他们都能够保持它那种 原来的那个状态 它能够有一个在这个时代一起存在的价值 其实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不是简单的民主和不民主的问题 整个现代社会 专业化的现代社会 都有强度的高度议员化的那样的一个力量 它把所有的地方的多样性都被磨平 变成一个全球共通的一个标准 这是最不民主的一种动力 在所有的民主的旗号之下 其实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非常不民主的力量 在全球在蔓延 我觉得对我来说 更重要的民主 就是怎么样捍卫这个地方 它与原本生活的那个多样性 这是更重要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